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往桥底下游 接着锁尽这条鲤鱼把它干掉 拿到第二个鱼鱼 继续往前面游 这里还是让锁尽前面的鲤鱼把它干掉 拿到第三个鱼鱼 实际在前代 刚才说话的罐子 可以找里面的人跟他对话 然后拿鱼鱼换东西 这边上完之后把船里面的东西拿下 然后接收拾掉这只狗 接着朝这边的敌人一套猛攻 打着失衡 从这边勾上去 然后换上鞭炮 绕着这个敌人身后使用 然后立刻处决了 接着我们平来干掉这几只气绝的狗 不要用处决会比较浪费时间 跑这边敌人身后 火把人杀掉 另外一个火把敌人在他靠近之前蓄力把他打断 不然他先出手了后能被火把抗伤 前面就打到敌人直接冲过去 一套打就气绝 然后忍杀掉 这边全部敌人解决完后就会继续前进了 从这边勾上去 下刀先把东西拿一下 然后从这勾上去 敌人的后继续往前走 把这边的东西拿一下 然后从这边的灯墙跳上去 锁定下进敌人然后跳一个人杀 接着把这边的东西拿一下 从这边的灯墙上去 锁定左边能打到敌人直接跳一个忍杀 接着蓄力买到的弓箭手 转身打到火把的呼喊 避免更多的敌人注意到里面 直接忍杀带走 从这边登墙上去 拾起来地上的物品 然后往这边走 先锁定中间的敌人忍杀 接着离开蓄力买到的弓箭手 然后靠近火把敌人一套打就适合 忍杀带走 这个大斧敌人先防御他一次攻击 然后这机器反击会更加安全 接着离开带走 接近防御你失去一下物品 从房子出来后 勾上这棵树 再跳下去 靠近这边的敌人使用鞭炮 立刻两下被火把 等会两下狗也处决掉 然后在这边等敌人过来 在这边可以避免弓箭手的偷袭 会更加安全 还是等他先攻击完 直接弹开 然后对头弄攻 这个破防攻击是没有伤害判定的 所以不会掉起来 直接忍杀带走 接着从这边进去 跳到房顶 绕后忍杀弓箭手 锁定这个敌人 跳入忍杀 接着跑到火堆旁边的敌人 绕后忍杀掉他 接着对付火把敌人 直接一套猛攻 打击伤和处决 用手剑直接秒杀这只狗 还剩一个打到敌人先等的攻击 直接弹开 然后反击 秒亮 收拾完所有的敌人 先把敌人的灯都捡一下 到这边主要就是为了拿这个火锤剑 当然也可以直接跑过关子拿 但是那样是没有灵魂的 作为忍者 怎么能让别人知道自己行动呢 锁到之处必定是鸡犬不留 把敌人全部杀光 再拿东西才是专业认证 诶 这边还有敌人 赶紧灭口 再把这份东西拿一下 这边还有个准备随地倒下边的 赶紧解决掉 不能让他尿不来 这敌人全部解决完了 就会进行前离了 这边左转 直接从前面勾上防顶 先锁定右边的敌人 直接跳跃忍杀 然后立刻蓄力打断 把火把他吹叫 把他人杀掉 接着打开佛刊 拾取另外一个忍具 获得飞员的忍夫 这边先等他攻击 斩着一下哈特招 他进行反击 好就是现在 直接一波带走 接着把房子里面的钱袋拿一下 有只机过来了 先防止他的攻击 然后两刀带走 接着从那边出去 从那边登墙进去 先把里面的大体解决掉 然后拾取地上的物品 从这边绕进去 准备有两只剑 先观察他们的动作 然后找这个攻击 这只先防御 把两刀带走 先进房子里面的东西拿一下 拿到东西出去 从那边院墙登墙上去 再跳到屋顶 把鸟物里面的钱袋拿一下 就可以直接从这边离开了 跳起来 然后先把第二个物品拿一下 然后打开这个门 接下来一路跑回鬼佛那边就可以了 神鬼佛选择佛渡 回到荒废自愿 回到先去找佛师对话 回到 对话结束把刚才拿到两个忍居安装到忍一手上去 在总共安装三个忍居之后 就可以拿到忍一手进他书 随分と腕に馴染んできたようじゃな お前さんこれを取っておきな これは お前さんの牙でどう噛み殺すか それが書いてある 要は忍び騎士を使った戦いの術じゃな 分かった まったく 実種の忍び技など もはや無用と思っておったが わからんものよな 牙の形を増やしたきゃ せいぜい任務を探すこったな 乗りかかった船じゃ しこむことだけはしてやろう 把刚才新安装的忍居给装备一下 然後再带2回遊 等下需要用上 接着准的離開寺院 先切換到火手 然后到鬼房那去学习一下技能 選擇席的技能 然後選擇忍者5G里面的石破 還有一手5G里面的勾繩攻擊 这些都是經常會用上的技能 接着使用佛度 傳送到偉名城的虎口階梯 過道後先吃一顆月影糖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然後直接下去 先鎖定左邊的縮一敵人忍殺 直接趁右邊敵人還沒反應過 趕緊忍殺掉 然後把這邊的東西先拿一下 接着從這邊一路往上狂奔 先使用剛才席德的石破技能 把這個敵人忍殺掉 然後我第二物品拿一下 接着回到赤鬼那邊 緊貼左側站他側面 等他身上出現紅色忍殺提示的時候 直接按一下攻擊鍵 就是忍殺掉他一管血 接着立刻扔一火油 然後趕緊使用火手把他點燃 讓他進入爽上的狀態 这時候利用硬直時間攻擊他八刀 扔到提示威的時候趕緊後跳 接着立刻使用高尚拉回去 拉回去之後可以用高尚攻擊蹭兩刀 接着再補三刀立刻後撤 扔一火油 再躲一下 拉回去 立刻使用火手 讓他進入爽傷的狀態 就是要再攻擊他的七刀左右 所以趕緊後跳 把他拉回去 接着一波把他忙死 直接忍殺帶走 殺死赤鬼後可以獲得一個念珠 和解鎖一個增加弧弧量的技能 勾上去 拾取一下地上的望遠鏡 然後再拾起來這邊的葫蘆種子 還有桃片 葫蘆種子我雖然用不上 拿一下 接著到這邊吃一個月影湯 降低存在感 從這裡勾過去 從這裡勾過去 草頭裡面還有指人可以拿 從之後把這個敲羅平等 給忍殺掉 然後立刻下去把這個槍手忍殺掉 這邊一定要第一時間下去把這個 巡邏的敵人忍殺掉 不然和另外一個敵人去過境 會到這個敵人殺手被發現 把這個敵人也忍殺掉 这里拐脚过去跟前面站着巡逻 穿梭1的天气一起忍杀掉 接着立刻往那边跑 去把最后一个杂兵也忍杀掉 趁月野堂效果还在 赶紧绕到精英敌人身后忍杀一次 等他站好先给他来几刀 他开始反击就准个驾招 他除了这个快速到人家一定会直接直死 直接识破就完啥了 先砍他两刀 然后准个驾招 对驾招实际没把握的话 可以跟维扬使用抖刀树来驾招 出头刀直接踩头 然后蹭两刀 阻止他恢复射红槽 继续抖刀树驾招 被攻防他赶紧后撤 攻防后他必须抓头 这一点要注意 继续蹭刀两刀跳起来 再蹭两刀 直接忍杀带走 解决掉这个精英尼儿后 先把这边东西拿一下 然后勾上去离开这 从这跳下去把东西拿一下 然后东西要赶紧离开 不然会中毒 把这边的鬼服务做一下 方便等一下传送 接着转身一路勾上去 上楼一路从这往前走 把这边的物品拿一下 然后继续前进 这个物品是专门拿着 打怨灵系敌人的 非常稀有 跳下去直接抓一下树 然后再跳下去 挂在悬崖上面 然后一路向左攀伐 然后爬上去 拾取下物品 接着从这跳下去 进入山洞 从这蹲下 钻进去 进到后先从右边上去 拿一下指人 然后从这跳下去 这个无头人暂时先不打 等后面拿到更多的飞舞神之后 再回来打 现在暂时无视他 紧贴这个按门进去 进到后这边有个新敌人 先不要急着靠近他 等他下来 然后过去这些三刀 爬满圣服上 直接杀掉他 直接拾取下地上的物品 从这继续前进上去 可以看到一口钟 敲响后可以得到一个 叫做钟轨的道具 当身上持有钟轨的情况下 精英敌人和boss会变得更强 然后普通敌人的物品调度率 会有所提高 可以更早获得一些稀有素材 然后你不想要这些效果的时候 可以在道具栏里把钟轨捏掉 等需要刷素材的时候 可以在这敲一次钟 做下鬼佛 方便之后返回 接着使用佛度 传送到之前墙下做的鬼佛 过来后直接下去 这里勾树缓冲一下 以免掉下去损血 继续跳下去 然后勾左边的树过去 再跳下去 继续勾过去 穿过前面的山洞 从左车跳过去 然后从这贴墙向右移动 过来后立刻进入这个窖子 接着等着把头探过来 然后忍杀刺侠 从那边过去的时候 赢掉靠墙 不然可能被他挣扎的时候 不伤到 失去到冥走后立刻离开 离开车里自己的靠墙走 往后就放在笔直上 直接勾过去 然后跳起来勾上去 横通后进去勾过去 接着一路前进穿过这个山洞 出在后从这个树勾过去 然后一路勾上去 把这边的月影堂拿一下 然后从这下去 把前面地上的攻击堂也拿一下 然后打开菜单装备攻击堂 然后再吃一个月影堂 降低存在感 接着从这登墙悬挂 等敌人探头的时候 直接忍杀 接着这个敌人之后 直接上去 先把上面的枪手给忍杀掉 然后从这绕过去 先把敌人的东西拿一下 然后绕后把胖哥哥忍杀掉 再把前面的枪手给忍杀掉 然后锁进前面的长枪点 绕后忍杀 还剩一个打到点 直接攻击 他反击就下招 连续指纹就可以打满他的射程房 然后忍杀掉 接着把这边房子里的东西都拿一下 然后处理从这边勾上去 上到绕到这个枪平身后 把他忍杀掉 跑到这个敌人身后 直接忍杀 试试地上的物品 从这边跳上去 然后勾过去 跳下来后 先吃一颗阿公糖 再把地上物品拿一下 接着第一时间靠近boss 对着他的后腿连续攻击五刀 然后立刻省边炮 炸出硬直 继续对着后腿最少输出五刀以上 他跑快就赶紧跟上 释放了赶紧勾过去 勾成攻击蹭两刀 然后再补六刀 接下来就准备招架他了 架开第一下后 刀就会停下来 架开第二下 再架开最后一下 直接扔边炮 炸出硬直 继续对着他后腿疯狂输出 这次跑开后 他必定会失衡一次 勾成过去补一刀 然后忍杀掉他一管血 忍杀完后立刻吃一颗阿公糖 继续勾成过去蹭两刀 再补一刀 等他攻击完再补一刀 架开他攻击 把剩下两刀自己架开 接着扔边炮炸出硬直 都给三刀架一次 接着可以疯狂输出了 跟他拉开距离 适合直接勾过去蹭两刀 再补一刀 准备架招 继续补一刀 接着把他三连级全部架下来 扔边炮炸出硬直 直接一波带走 接着能杀掉 获得了鬼心部的战斗机 和一个人居机关 到前面的鬼佛坐下 方便之后返回 直接推门出去 切换成斧子 继续前进 先躲开枪手的攻击 然后两刀带走 解完敌人后 直接从这勾到房顶上去 上到从这边下去 绕着这个树后面的敌人身后 忍杀 接着立刻就忍杀另外一个敌人 忍杀后立刻使用扶手 打满第三个敌人适合逃 将其忍杀 再把地上的物品拿一下 这边的三个敌人 可以用来刷月影堂和铁蟹 还可以用来刷金眼 有需要的可以刷一下 接着比着往前跑 抵达前面的天手阁 过了后先把前面的物品拿下 左手边还有一个商人 可以买到乌鲁种子 有需要的可以去买一下 然后转身进入天手阁 进了后先把右手边的物品拿下 这边的门打开 可以回到之前有一对敌人的地方 在这可以刷升级忍仪手用的黑色硝烟 然后跟狗谈人对话 成本人对此提供的城市 在这边的东西 刷子刷得了 狗先的名字 当你估计之后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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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 叫他 叫他 忍は大概そうじゃ 名乗らず死におる じゃが その左腕 忍義士とは懐かしい なるほど 赤腕の狼か 気に入ったぞ ならば セキロ お主をそう呼ぼう お前は何だ かははは わしはアシナの天狗よ おう セキロ お主もネズミ狩りをせぬか 何だと このアシナにはネズミが入り込んでおる うじゃうじゃと我が物顔でな まあ ネズミも色々じゃが それを片端から 切り捨てるのよ どうやらお主にも一切の才がある その才を磨くのに 役だと どうじゃ セキロ ネズミ狩りをせぬか しょうちした よし セキロよ ならば これをくれてやる 領取到了一個猎鼠任務 これは かははは ネズミの顔 それと巣穴じゃ きってまいり さすれば お主の戦に役立つものをやろう この任務を終わったら これを終わったら ネズミを買ったようじゃな ああ やはりお主には 人切りの才がある よし 褒美じゃ とっておけ 拿到了 尾名六奥義書 これは アシナリュウじゃ リュウハと言うても 堅苦しい決まり事などない ただ 戦に勝つ その一時を死状とする権よ ネズミ狩りに 何よりお主の戦に役立てるがいい 對話解除 直接從旁邊上楼 拾取在地上的前代 從這邊勾上去 繼續往上勾 直接往前跳 懸掛住 殺到後繼續往上跳 然後來到頂層可以看到一個箱子 打開後可以獲得一個念珠 接著打開菜單 使用龜徒佛像回到寺院 だが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東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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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